圆明园的毁 圆明园的毁灭 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也是世界文化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圆明园在北京西北郊 是一座举世文明的皇家远林 它由圆明园 万春园和长春园组成 所以也叫圆明三园 此外还有许多小园 分布在圆明园东西南三面 众星孔月般环绕在圆明园周围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 也有玲珑剔透的亭台楼阁 有象征着热闹街式的买卖街 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 圆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圣建造的 如海宁的安兰园 苏州的狮子林 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 还有许多景物是根据古代文人的狮情画意建造的 如彭岛摇台 武林春色 园中不仅有民族建筑 还有西洋景观 漫步园内 又如漫游在天南海北 包揽着中外风景名盛 流连期间 仿佛置身在幻想的境界里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 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 上自先秦时代的青铜礼器 加至唐 宋 圆 明 清 历代的名人书画和各种奇珍异宝 所以 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 艺术馆 1860年10月6日 英法邻军侵入北京 闯进圆明园 他们把园内 凡是能拿得动的东西 统统掠走 拿不动的 就用大车或牲口搬运 实在运不走的 就任意破坏 毁掉 为了销毁罪证 10月18日和19日 3000多名侵略者 奉命在园内放火 大火连烧三天 烟云笼罩了整个北京城 欧国这一园林艺术的瑰宝 建筑艺术的精华 就这样化为一片灰烬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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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